讲老实话我刚来的时候不太喜欢这边 因为跟我就是我们那边的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小孩子学讲话很快的很快的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13岁了就没有那么容易去 哈喽大家好 我叫一光旁边王总创始人 我的电影在马云本身边 我现在这边主要是卖拉面还有水饺 红油炒手 然后一些北方的面食用一种的 我是从中国河南开封来的 如果讲是从我那边来的话 两边的差别就是我们那边口味比较重一点 新加坡的口味就是比较清单 其实也是有接近于本地的那种去改它的口味 因为本地人喜欢的食物 跟我那边我北方人完完全全拿到我们那边的菜来做 做不来的就是比较国际化不会太辣也不会太咸也不会太淡 所以可以让很多人去咸下面也不是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卤肉面 台湾卤肉面 然后我也是在台湾的一间餐馆去那边有吃到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它这个台湾卤肉的成本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你要用到那个台湾的那个高粱酒 然后整支的整支都倒下去 然后还有那个台湾酱油 本地酱油可以做不出来的 我爸爸来加坡比较早 来这边做工嘛 然后他想着我跟妈妈还有我弟弟都在做工 然后就我们把我们接来这边 大概13岁来这边来这边读书 然后读书不怎么好了 后来17岁就开始接触这个餐饮行业 17岁的时候是本来想去图那个IT 或者什么图一些那个图书的 然后想到可能你在学校里面没有去餐馆学了这么多 然后就找了一间餐馆去学习 然后19岁过后就去当兵了 然后当完兵之后就 我还是回去那间餐馆去工作了 回去了之后就生死了嘛 到现在今年27岁大概有10年的时间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疫情嘛 然后因为他们减薪水这样子 然后我后来也是有想法了 就是说不可以一直就出来做工嘛 就是而且对家乡的时候也是比较那个 好像怎样怎样不可以讲 去发扬中华美食了 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太沉重的一件事了 就是说想发扬一下家乡美食 就是说让更多人的去知道它 就尝试它 就好像新加坡本地美食嘛 海南西吧什么的 新加坡很多美食嘛 就是带来不一样的美食 就是蛮怀念的啊 就是因为怀念那边北方的财 所以我才要就是说 因为我下半生嘛 可以讲下半生 都要在新加坡度过了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好 很多本地人年轻人还好 很多安居安居 他们就是好像不懂我在卖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 不大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后来就现在到现在慢慢会好一些 让我开心的是就是讲 他们就是可以接受 接受我卖的东西 有些大多数人都讲蛮好吃的 这个就是我感觉比较开心的一件事 目前我就想做好这家店了 如果说可以开分店的话 更好的 然后就是说在新加坡 每个地方都有我家常的美食 对于我的顾客讲就是 谢谢你们你的支持 然后我会做得更好